设定网站语系及标题 点右手边这个图示 这两个地方我们要改一下 不过我们先回过 一刚开始这个V01 完成目标作品的这个浏览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这个地方点过然后把它下载过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个叫webdesign 我们把它打开来 那这个webdesign我们当时也把它解压说 先跟大家 再复习一下 好 那我们用sum9把这个档案把它打开来 好这个index档案我们把它打开来 好 那么它里面呢它这个语系是 1n 那其实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建议你 应该把它改成 zh-tw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好这是我们的这个bootstrip的这个资料夹 对不对 index 我们应该把它 给 这个en把它改一下 好改成zh-tw 那么我们这个标题呢 title标题这个地方呢 好我们就应该把它改成这一串字了 好复制一下 然后呢这个地方把它怎样 贴上对不对 贴上 最后请你把它存档存起来 好 那当我们这一个 Hello World这一个都还没有 重新整理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的标题 他的标题不对 标题不对 我们重新整理一下 好 这样就标题就对了 而且他的语法呢 语系呢是 中文语系的 zh 底线TW